在芝加哥郊区的小镇里 新开一家健康餐馆 主打为狗狗量身打造健康餐盒 零食和饮料 首次光顾 四组得先回答狗狗的品种 年龄等相关资料后 服务员才能为爱犬定制菜单 伊利诺州的巴林顿小镇 12月在街上新开一间健康餐馆 专门贩售给狗狗的客制化餐点 当四组带着狗狗进来时 得先回答一连串问题 帮助店家制作符合宠物 所需营养的专属菜单 在宠物食品业有45年经验的副总经理表示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虽然四组很宠爱自己的狗狗 但却不知道到底该喂多少 所以常常都供给过量的食物 导致狗狗超重 这家狗狗健康餐馆 会依据狗狗的品种 年龄 健康情况及活动量评估后 制作出合适的餐点 餐厅提供四种蛋白质可供选择 包括牛肉 鸡肉 猪肉和鲑鱼 另外再搭配综合蔬菜 青苹果 蓝莓等水果 也可以加入最受喜爱的培根和起司 让宠物吃得健康又开心 现场还有提供适合狗狗的 即食零食和饮料 自主可先上网填写问卷 事先定制爱犬的专属菜单 精工医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